各位汽車線上讀者大家好 我是阿德 今天很榮幸能夠為大家來介紹一台非常重量級的車款 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車款 就是我身旁的這台Toyota Sienta 當大家在路上看到Toyota Sienta的出現 也正式的宣布 建車之王Toyota Wish已經停產了 就是工廠不會再設計它的新車 和泰汽車認為Toyota Sienta可以完全承接Toyota Wish所有的優勢 像是它的一個空間機能的變化 以及它的車室空間的承載量 都是Toyota Sienta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體驗看看 Toyota Sienta到底可不可以完全承接替代Toyota Wish該有的地位 Toyota Sienta想要完全承接Toyota Wish該有的優勢及它的地位 我們先從外觀來看看兩者的差異 Toyota Wish在外觀上看起來比較中規中矩 所以比較能被一般大眾所接受 因為它的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缺點 就是大家看到就覺得 嗯OK這就是車子該有的一個概念 可是當你看到Toyota Sienta的時候 它的外貌是呈現一個非常年輕以及可愛的樣貌 然後它車頭搭配了一個霧黑式的水箱護照 上面有一個渡客的來做一個點綴 車頭兩邊的一個大燈 在大燈的外罩上面它的弧度是非常的大的 我覺得就有點像一個泡泡的一個感覺 然後車頭裡面呢 我們今天所試駕的是高規的車款 所以它搭載了一個Vibeam的一個LED頭燈 以及它有一個LED的一個行車燈 如果是在入門車款上面呢 可能就是傳統的魯素燈泡 而且它也沒有搭配配這個LED的一個日行燈 來到車側呢 它的A柱是非常的一個傾斜的 而且比WISH的它的角度更斜 所以它能夠把車室的空間往前的拉 然後它的A柱呢也是用霧黑的材質來做一個 跟車身顏色來做一個跳tone的一個對比 而旅圈部分呢在高規車型搭載是16吋的規格 如果是在一般車型上面 入門車型上面 所搭載的是15吋的規格 其實從畫面上可以看來 頭它的一個車身的一個尺寸 明顯的比WISH短了許多 WISH的一個車長呢達到4米6 而這一次頭它Sienta的一個距離車長呢 只有4米2 可是軸距呢都是維持2米6左右的 所以在Sienta上面看到呢 你可以發現吸住之後它的空間已經縮短蠻多的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呢 它的車側是改為一個滑門的設計 高規車型一樣 它有一個電動的側滑門 如果是在一般車型上面呢 你可能就是手動的一個車型 車尾的造型跟車頭其實有點相互的揮影 像它的後尾燈 它的一個弧度也是非常的大 就是它的一個外照的一個弧度 另外呢它的尾燈 跟它的後保感已經是連成一個有點像MU字型 就是它有特別用一個線條 黑色塑料線條 造成讓大家視覺上面看到會有一個U 跟前車頭 車頭跟車尾都有類似的一個感覺 接下來呢就是打開它的一個車尾門 它的車尾門並沒有一個電動的開啟 所以是手動 它的面積非常的大 感覺是有一點點重手 至於它的容積在五人正常做的情況下面 它達到了977公升的一個置物的空間 而如果你把第二排一個傾倒的話 它可以達到1764公升的一個置物容積 所以這樣的一個 那個minivan的一個空間表現來上 上面來看是非常的夠用 以及非常的充足 我們做到史丹塔車 車室的空間裡面 Toyota Santa的一個駕駛者的一個知識 一個視野 會比Toyota Wish來的清楚 因為它的坐姿其實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它視野就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 在內裝的一個顏色的搭配上面 它有兩個顏色可以選擇 我們這次所試駕的是 深色搭配淺色 就是黑色搭配米色 然後你消費者如果你怕髒 其實它也有一個全黑色的內裝 如果你試駕過Pojo的車款來看 你會發現它的儀表板也是從方向盤的上緣去看 並不是像傳統是從方向盤的裡面去看儀表板 你都會發現方向盤的上緣 多多少少都會去阻擋到我儀表板的視野 那如果你要調低一點呢 也是可以 可是就稍微在漆步的地方 可能會有一點點 空間比較會有一點 稍微頂到一點點 比較沒那麼寬裕 在引擎啟動部分呢 它採用的是全車系採用的都是Keyless 就是引擎啟動按鈕 啟動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儀表板 它採用雙元設計 左邊轉速 右邊時速 然後另外呢 它的中間有一個多功能儀表 這在之前的比較入門的TOTA車系上面 其實看不到 這都要在高規車型上 可以看到這樣的功能 在音響部分呢 它採用的是一個觸控的全彩螢幕 可以透過螢幕上面去按 或者是你可以透過旁邊 它也有實體按鍵的一個配置 所以你不管是透過觸控 還是實體按鍵 都會操作這個音響 音源部分呢 它有藍牙音源輸入 可是它並沒有USB的音樂輸入 因為我們找了很多地方呢 都沒有看到USB的插孔 所以如果你想要透過你的手機 來跟它的配對的話 只能透過藍牙的功能 至於在下面呢 它就有單區的恆溫空調 溫度 然後風量 是用旋轉的 其他部分呢 都是用實體的按鍵 而至於在後座呢 它也有出風口 可是不能調整溫度 而且總開關呢 就設定在駕駛者的右方 後座有座人的時候 可以把它打開來 左邊呢 就是電動滑門的開關 你可以調整 自動電動滑門 還是手動滑門 然後如果是在自動滑門下面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邊的按鍵 來去調整 左邊的滑門開啟 還是右邊的滑門開啟 是非常的方便的 好啦 它駕駛者部分的視線 影音功能空調講完了 我們先來看它的一個置物的空間表現 原廠號稱在TOYOTA CINETA上面呢 各個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它 非常多的一個置物的空間 像是以我這個視線來看 最明顯我非常喜歡這一個設計 就是上線式的一個置物空間 而且它裡面底色是橘色的 非常的亮眼 也非常的漂亮 然後下方有個凹槽 可以讓你放一些手機啊 或者是一些面子呢 可以放在這邊 比較容易收取 可以發現它的12V的電源設計是在這邊 所以當手機在充電的時候 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把手機放在這 電源線接著 嗯 不錯 然後右邊呢 也有像一個置杯架 這個置杯架的深度夠 可是它的一個開口的面積稍微小一點 可能比較大杯的飲料 會稍微有一點不方便 下方呢 手套的箱 它的空間也是 雖然夠用啦 也沒有說非常的大 可是在基本的上面呢 也非常的好用 手套箱旁邊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傳統的張揚安座是 中間是有連著的 在CINETA上面呢 它是一個懸浮式的 所以它這邊可以鏤空 然後在這個部位呢 它也做了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置物空間 可以讓你放些小東西 而且在上面呢 它有一個掛鉤的表現 就是它是翻轉式的掛鉤 可是它現承載只有3公斤 所以消費者在使用上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在駕駛部分呢 在中間呢 它有一個 也有一個置杯架 可是這個置杯架 可能也許是共用給後座的 前座的話 是左右兩側都有置杯架 門邊也可以放一些保測平的功能 所以在前座呢 大概上 我是覺得 以CINETA的一個表現上面 稍微比WISH還得出色 因為它非常多的東西 設計上面都是非常新的一個概念 以及它的配備上面呢 也非常的一個多元化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的乘坐空間表現 它的側滑門呢 除了可以手動 其實從鑰匙上面 也可以去遙控它的一個電動側滑門的一個功能 至於在後座空間表現 我們先來講它的一個上車的部分呢 它的離地高度只有330mm 所以跟WISH 之前WISH相比的話 它的車身的高度比較低 所以在上下車呢 對於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小孩子來講 更容易更輕鬆 可以直接踏上CINETA的車上 後座的第二排空間 它是可以做一個前後滑椅的 是範圍沒有很大 然後椅背呢 也是有一個角度 它最斜可以到 哇 非常的斜 它椅背可以到那麼斜 然後坐挺也是可以坐挺的 所以如果後面有坐人的話 你可以透過椅背來去做一個調整 達到後座椅 可以有一個相同的舒適的空間 後座舒適表現 它的上面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它有獨立的一個冷氣出風口 然後座椅的乘坐舒適性上面 它的座椅泡棉稍微硬了一點 支撐性是不錯 在大腿的部分 或者是腰部的部分 在置物上面呢 第二排的置物 就是像在後面椅背 有一個地圖的一個置物帶 然後車側呢 有一個稍微小了一點點的一個自肥架 所以第二排空間表現還算蠻亮眼的 而且乘坐舒適上面 也非常的舒適 所以我們先來看第三排的一個乘坐表現吧 第三排呢 進去非常的簡單 只要把第二排椅子傾倒 它就會前面翻折 然後就非常大 可以坐到裡面去 然後後座的只要再把椅子 往前壓緊 拉起來 就完成了 可是老實講 第三排的空間也是 對於我身高180公分來講 是非常的擁擠 就是我膝蓋幾乎已經完全頂到 前座椅背 那我們試著呢 如果把前座椅子往前移 移前面一點點 然後椅背 不要這麼斜 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大概 硬來稱 大概就是 大概只有一個我手掌這樣的寬度 因為我身高比較高 然後它的椅背 後座椅背也是可以調整的 可是我已經調到非常的斜 已經到底了 可是我的頭部呢 稍微 會有一點點壓迫感 在對於第三排椅子看來講 所以在TOYOTA SCIETA呢 在它的車室的容積 真的不如WISH來得那麼大 可是在它的車室的一個 變化的機能 以及它的運用上面 是非常有實力 可以去做TOYOTA WISH的一個接替者 在動力部分呢 台灣販售的規格 上面有兩種 車型的動力的一個單元 就是有一個1.5L的自然進氣引擎 以及一個1.8L的自然進氣引擎 我們今天所試駕的是高規 所以它搭配的是1.8L的自然進氣引擎 這顆引擎呢 其實它的規格代號 就與我們市面上的神車TOYOTA AUTIS 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最大馬力呢 有140匹 在6200轉速的時候可以產生 最大扭力17.5公斤米 可以在4000rpm的時候產生 至於在變速箱部分呢 不管是在1.5L還是1.8L的車型上面 它搭載都是一個CVT的無段變速箱 這套系統的一個感覺 我相信讀者或者是朋友們 能夠非常知道CVT的 它的一個變速箱出租的特性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也會來試試看它的1.8L搭配CVT 然後以及它一個 CVT的車身的重量 搭配上面 在動力上面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Teyota Seneta呢 它在動力部分 只搭載的最高規格 只搭載到1.8L的一個自然機器引擎 就跟小改款後的Toyota Altis 使用的相同引擎 它在系統上面呢 它有一個可變正式氣門的一個系統 所以在動力部分呢 以及在油耗表現 都會有多少的精進 可是如果拿來 跟之前的WISH相比的話 WISH搭載到2.0L的引擎 所以在動力上面 絕對佔不了太大的便宜 一般道路上面呢 其實在加速上面 再搭配它的CVT 其實在低轉速加速表現上面 都還算不錯 還算夠用啦 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講 畢竟你不可能把它開到賽道 或開到一個山路去做一個激烈的駕駛 而如果你把它這台車戶外出去 一定不可能戶外只有在平路 一定會到山區或是到露營 什麼之類的地方 比較戶外一點的地方 它的路況呢 當然就不會像在市區一樣 那麼來的容易 所以在一般的山路上面 動力表現就會稍微有一點 感覺到沒有那麼來的 衝進來的那麼的明顯 所以整體表現在動力上面 Snetta來講 它是非常符合一台家庭的用車 不會給你太大的樂趣 可是它也在動力上面 也不會給你太多的一個失望 失落感 表現上 算是一台非常稱職的家庭用車 另外在它的懸吊設定表現上面 它的機構呢 也一樣採用的是前脈花層 後拖椅幣 這是大部分的TOYOTA車系 都是這樣子的設計 在統身避震器上面 你可以感覺到它的設定上面 是比較走向舒適的風格 就是它沒有太硬的懸吊 來達到一個好的操控 可是它透過軟的懸吊呢 可以達到增加一個乘坐的舒適性 這點也是完全符合它的一個 家庭用車的一個駕駛特性 家庭房車的Sienta 當然不能光光體驗它這個駕駛操控的表現 所以當然我們要來到後座 其實坐在後座呢 我第一個體驗就是 後座它並沒有一個中央扶手 像你現在比較快在山路上面行駛的時候 我沒有支撐點可以去支撐我的身體 像它門邊也沒有 然後也沒有一個中間的中央扶手可以去靠 所以如果駕駛的比較快一點的話 我會很難去支撐我的身體 會被甩來甩去 所以只要是在一般高速公路上面 不要太過於飢餓的晃動 對於第二排乘客來講 其他的舒適性不會有受到 可能沒有中央扶手而影響 在安全配備部分呢 Sinenta的配備上面 還是承襲了TOYOTA一貫的作風 就是在最入門的部分 稍顯的陽春 像是在1.5最入門車型上面 它沒有循跡系統 也沒有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這些都沒有 只有雙安全氣囊 然後在高一個規格的話呢 它才會有循跡系統以及 動態車身穩定系統這兩個 主動安全配備 我覺得核特還是 還有進步的空間 你不能以入門的車型上面 連主動安全上面都稍微差了一點 應該是要以同樣的規格去看待 不能以我少給點錢 你就把我的主動安全給拔掉 這樣我覺得對於消費者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保障 最後呢 就是到了大家最在乎的一個售價方面 TOYOTA Seneta呢 在車型上面 它有五人座跟七人座 五人座呢 它有1.5的動力以及1.8的動力 它的售價為 又是9.9到76.5 另外呢 在七人座它只有一個版本 就是1.8車型 所以它的售價呢 是79.9到88.9 整天的試駕呢 跟TOYOTA Seneta的一個相處 其實我對於TOYOTA Seneta 在台灣的一個銷售的潛力 是非常的棒的 第一呢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前衛的消費者 就是你是喜歡前衛 新穎的消費者 TOYOTA Seneta 不管是在外觀或者是內裝 它都用了非常多的設計感 它的造型就很像 非常像日本街道上面的K卡 非常可愛 所以對於一般的 比較年輕的話的消費者呢 它的外型跟它的內裝 是非常討喜的 而另外呢 如果你是喜歡 節省稅金取向的 一個消費者來講 TOYOTA Seneta 它出了1.5跟1.8車型 在台灣的稅制上面 目前在台灣的稅制上面呢 都會有 占了非常大的優勢 所以在 1.5 不管是1.5還是1.8車型 你的稅金呢 都會比一般人來講的小 當然馬力量會少一點 可是就是你在稅金上面呢 當然會少負擔一點 另外呢 如果你是一個小家庭 尤其在戶外活動的消費者 TOYOTA Seneta的內裝 你可以選擇它5人做車型 或是7人做車型 而且它在內裝的空間的表現 都非常符合你要去的一個 不管是露營啊 還是家外踏青 這些呢 都是一個TOYOTA Seneta 非常好的一個優勢 所以呢 如果你是喜歡TOYOTA Seneta的消費者 不妨呢 你可以到你家附近的展間 去看看這台實車 因為你看到這個實車影片的時候 TOYOTA Seneta已經發表了 所以展間上面呢 都會有實車的擺放 就帶你的親朋好友 帶你的家人去看看 這台非常前衛的7人座的MPV 說定呢 你從它的裡面 它的外觀上面 會得到不一樣的汽車的思維 是非常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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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汽車線上粉絲團好看的時間 這時候呢 這次我們所要送的 就是Toyota Sieta的一個模型車 非常精美呢 而且它的試駕 它的顏色呢 跟我們所試駕的車款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背景呢 也有這次代言了五月天 要如何拿到這個模型車呢 就是你在 台我們的YouTube的影片 分享並且截圖 然後在我們的粉絲團 Facebook的粉絲團活動下面 留一句你對Toyota Sieta的話 就是你喜歡它什麼 喜歡Toyota Sieta的哪裡啊 或者它覺得哪個功能很方便 並且在後面再加上 我要抽Sieta模型車 我們就會在活動截止的時候 為大家抽出 而且這次有三台的模型車 可以給觀眾消費者 可以給我們的粉絲團 所以你之後呢 請密切關注我們 汽車線上的粉絲團